本期视频将选举历史中三位著名的国家首脑 与您聊聊他们餐桌上的趣事 话不得是正面开始 作为亚历山大大帝以来 澳洲最伟大的征服者 拿破仑·波纳巴称得起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他的带领下 法国一度将整个欧陆都纳入了版图 其冰封到处 什么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 皆陆陆之辈不足道也 但与战场上图毛霸业永不停歇的风格不同 生活中的拿黄却是一个毫无情绪的人 尤其他的味蕾更是简单到无意附加 据传此宫经常在12分钟内吃完晚餐 8分钟之内解决早餐 且餐间每每一手取食而器用刀叉 而席间店来老去吃的 无外乎就是白面包、牛羊肉以及米饭、豆子等寥寥几样 甚至左餐的酒水 都是万年不变的香单被葡萄酒对凉外开 而在军队补给方面 虽然从他嘴里说出过军队靠肚子行军的名言 也做出过中奖12000法郎 促使阿佩尔发明罐头的创举 但实际在其麾下用命拼杀的士兵却每每都坐五米之吹 兵发埃及时 他们因炎热和饥饿而一筹莫展 远征叙利亚 士兵们错饮的是发臭变质的污水 最惨的还得说是莫斯科战役 当时拿破仑的大军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补给断绝 士兵们靠吃以火药调味的马肉狗活 由此可见这位熊主无论在生活还是战场 从未将吃放在一个他该有的位置上 但你若非问他有什么主义的菜药 倒也不是没有 只不过这份难得的青睐 恐怕还不是因滋味所致 话说在1800年6月 拿破仑曾率领一支三万七千人的部队越过阿尔卑斯山 行进至意大利北部 迎面遇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梅拉斯将军 双方在如今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大区 亚历山德里亚的小镇马伦哥展开了对决 最终在一天的憨战过后 一度示威的法军最终逆袭惨胜 当时拿破仑身边的随军厨师名唤杜南 他深知拿破仑的习惯是在战后饱餐战饭 但由于随军的补给车在大战过后已不知所踪 于是他只得挤往马伦哥镇上采买食材 一顿忙浪过后 杜南总计购得野鸡一只 鸡蛋 番茄 洋葱 蒜头若干 外加一些从当地河流里捉来的小龙虾 据传由于时间紧迫条件简陋 杜南最终只是用随军配刀将野鸡剁斩成块 然后以橄榄油煎烤鸡肉 再投入一种素食配料 并以配几士兵的白蛋地烈酒调味 最后配上合理的小龙虾和一些半食的碎面猫片 一道牛头不对马嘴的御膳就算做得了 但许是因为马伦哥大吉的意义过于重大 因此这道仓促而成的菜药 竟被拿破仑认为具有某种玄学上的功用 所以此后没有打战 拿破仑必施此味 且菜中的每种原料都如绿条一般不得更改 期间也偶有大厨从烹饪的角度 提出过应以蘑菇取代小龙虾 或是以牛肉取代鸡肉的建议 但换来的永远是拿破仑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执尿 让这道规矩失调的怪菜很快名声雀起 最终化为了巴黎餐厅里文明侠尔的马伦哥炖鸡 但这还不是最稀奇的 因为就在渡南胡乱拼就马伦哥炖鸡的百余年后 美国天皇麦克阿瑟驻逼日本 曾以地处横滨的新格兰德酒店为临时主会部 期间因麦克阿瑟不喜何时 故酒店总厨入江中茂灵机一栋 从美军配给军粮中获得灵感 自创了一道快炒版的番茄意面 现与麦黄并大受赞赏 于是在战后物资匮乏的日本 这道由番茄罐头香肠意面组合而成的菜肴 竟一路发展成了日本人心中的殿堂级美食 但可能是鄙视民众认知水平的问题 故原本代表产地的意大利南部城市纳布洛斯 对于食人来说实在是太过生批 于是将错就错之下 不通美食的拿破仑竟被鹅关成了菜名 由此一道拿破仑意面 便这样莫名的诞生了 据说在美国人心中 有着国父情节的合政国开国元勋华盛顿 一直是民众心中首屈一指的领袖 居其后者乃是力主废除奴隶制 并从南北分立了危局下 将国家弥合一心的亚伯拉罕林肯 而在这两位大能之后 再往下排的贤军民主 就得说是带领美国走出萧条 联手盟军打赢二战 试用新政重塑经济的四届总统 弗兰克林·罗斯福了 而在餐桌上 这位总统也有一壮举 他不仅破天荒地将一种实物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还由此开启了一项在美国政坛长期百年的外务新风 那就是传说中的热狗外交 据传此册最早起于1936年 彼时正值二战前夕 欧洲正是战云密布 玉起兵戈之时 英伦由于大敌当前 故性格缅甸患有口吃的英王乔治六世 也不得不勉励访美 以其疏通关系 缔约结盟 但由于美利坚独特的建国历程 使得此地正要的形式风格 美与欧陆相悖 欧洲皇室由于原身流长 多历年忍 所以每逢国事访问总是注重牌场 走的是反礼多疑 天子微重的路 但美帝却往往反道而为 常以家宴待客 席间卑躬非时 主客自便 要的就是那种粗之大业的自由心风 于是便有了前一日 罗斯福邀请乔治六世 下榻自己的乡村大院 后一日又请英王抗力 一同前往郊外野餐的奇景 据说这场郊外野吹 撑得起20世纪最具争议的国务宴情 因为罗斯福为乔治六世准备的餐点 除了现成的糖果点心 就只有平民百姓常吃的啤酒热狗了 乔治六世初见此物 甚至不知从何下口 还得让长他17岁的罗大爷提点 说你呀 把他塞进嘴里 边吃边推 直到他全部消失就行了 可能是顾及到英国皇室 雍庸华贵局势优雅的一贯形象 所以乔治六世真正吃热狗的画面 并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 但据说英王最后真就卸下了心房 金金有味了连吃了两个 甚至在图芥末的时候 还不小心沾到了裤子上 于是一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赫然写道 英皇垫不了俩热狗 更以啤酒佐之 消息传出 美帝举国沸腾 认为英国皇室太亲切随和了 能够放眼身段 屈尊降贵的和我们共享着市井美味 那当年独立战争存现了芥蒂 打今儿起就算彻底翻篇了 而热狗外交也以此为始 而后不断现身于美国的政治舞台 从59年赫鲁晓夫访美 到比尔克林顿主导巴以参与的热狗餐会 以至12年 奥巴马和卡梅伦齐聚NCAA的篮球赛场 期间每位风云人物手里拿的 都是这款虽显粗陋 但颇具象征主义的热狗小石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反正在我的主观印象里 英国好像是诞生了最多女性领袖的大国吧 而即使放眼全球 至少在20世纪这个范畴里 萨切尔夫人都应该是世界政坛中 最闪耀的女性明星 在她的之下 英国结束了由克莱门特埃德里 缔造并运行了30年的战后共识 重新推行了包括国企私有 减税救市 打击工会 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剧烈的政策改革 后世学者将她的政治理念 总结为萨切尔主义 这也是上个世纪英国 唯一以人民贯制的主义 足见其影响力之大 但这位强悍坚韧的铁娘子 其实也有着柔情的一面 比如虽然她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采纳了相关专家的意见 常年在镜头前 穿着有着夸张垫尖的西装外套 躺着股障不乱的发型 但她却拒绝了专家 让她放弃佩戴珍珠项链的建议 指引那条项链 是她的丈夫丹妮斯赠予的爱物 再者虽然萨切尔夫人 是个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将几乎全部精力 都赋予试验的工作狂 但她仍然经常抽空下厨 为丈夫和自己准备早餐和晚餐 而据说萨切尔夫人的厨艺 还相当不赖 她最擅长的是两道菜 牧羊人派和嘉免鸡 这里边我们相对熟悉的 应该是牧羊人派了 它是英国最传统的菜肴之一 也是英格兰肉派中的一个分支 其变种有很多 但传统的做法 大都是以碎肉搭配胡萝卜洋葱为馅 上面覆盖厚厚的土豆泥 从而焗烤而成的一道菜肴 而听起来富丽堂皇的嘉免鸡又是何物呢 其实这菜就听着唬人 但若论菜品本身 也只是做法简洁的平民料理而已 嘉免鸡名称的来历 是因其创制时间是在1953年6月2日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嘉免典礼后的五宴上 由英国美食作家兼插花师 康斯坦斯·斯普里 和厨师罗斯玛丽·修姆共同发明的 这菜的做法 就是将鸡肉至于加了香料的水中缓慢煮熟 再在炒制的洋葱中加入咖喱粉 之后以番茄酱红酒调汁 冷却后以蛋黄酱混合 最后浇在鸡肉上搅拌 便能宣告大功告成的菜肴 由于直到1954年 英国才彻底结束了肉类及其他食品的配给日 所以这道用料并不复杂 但出身相当尊贵的大菜 在其食谱被公开号立即广受好评 很快成了一道经典的英国料理 以致英国的肯德基都曾推出过加面机口味的汉堡 我们最后要说的是萨切尔夫人在酒类上的偏好 这位女强人的挚爱正是英国的国酒威士忌 且她尤其喜欢苏格兰地亚集欧公司生产的Bios牌 这牌子在上世纪70年代 是英国销量最高的威士忌 且特别受到女性顾客的青睐 据说1990年11月 铁娘子在保守党内遭到逼宫 最终结束了其长达20年的首相生涯后 就喝了整夜的威士忌解愁 而她对威士忌的喜爱 在梅里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铁娘子》里 也有着深刻的展现 片中的一幕场景就是 在宴会上 逝者要为她的酒杯倒上葡萄酒 而萨切尔夫人立时阻止 并用她特有的低声嗓音 威严地说道 本期视频将从酒精雪茄和美食三个方面 为您介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饮食议事 话不得正片开始 1874年春 英国著名政治家伦道夫丘吉尔勋爵 迎娶了美国富商之女珍妮·杰罗姆 八个月后 在牛津郡伍德斯托克的布莱尼姆宫里 他们的大儿子姑姑坠地 这便是在日后 与斯大林·罗斯福同列盟军三巨头 以一岛之力立抗纳粹的大营首相 温斯顿丘吉尔了 如果要总凭丘吉尔的一生功过 那他只能说是一位颇具争议的政要党首 但如果只以二战期间的表现论职 那他却称了起一位出色的领袖和外交家 因为正是在他的合同联合之下 早已今非昔比 国力伟民的大英帝国 才得以与纳粹法西斯周旋叠谢不落下风 且他最终不但帮助自己的祖国 走出了百年以来 最为风雨飘摇的至暗时刻 甚至在运筹帷幄中 还能与美苏这样的猎强 等量奇观谋取利益 无怪人能在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票选中 位列榜首 但在波爵云轨的政坛之外 贵族世家出身的丘吉尔 亦是一位深庵餐桌外交的享乐主义大家 丘吉尔有句著名的戏谑名言叫 我的品味十分简单 就是只会为最好的东西满足 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只重爱上等法国香槟 浓郁的哈瓦那雪茄和美味食物的人来说 还真是成不为过 那么今天 我们就也从酒精雪茄和食物这三项出发 来看看这位生活习惯并不健康的政治巨人 是怎样享受他生命中的九十载春秋吧 关于丘吉尔好饮探杯的最早记录 你甚至可以一路追究到十九世纪 那时的丘吉尔还是一名二十出头的记者 当时他在被派往前线报道布尔战争期间 组组携带了三十六瓶铺料酒 十八瓶威士忌和六瓶白兰蒂 当做自己的重要补给 关于对酒的痴迷 丘吉尔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从酒精中得到的东西 远比酒精从我身上夺走的多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 酒精从丘吉尔的身体里夺走了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钱包里的钞票肯定是被夺走了不少 因为就在1936年 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爱德华巴士 做出了退位的选择 而吃恋酒精的丘吉尔 亦在当年收到了一张相当于 如今七万五千美元的酒款催账单 好在为其供酒的 是世代都与丘吉尔家族合作的老熟人 伦道夫佩恩公司 才让这种窘事没闹得太过难堪 而当上首相后的丘吉尔 其一天中的序曲 也是从一杯混合了苏打水的 尊尼霍家洪芳威士忌开始的 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丘吉尔虽然好饮贪杯 却也有着自己的准则 那就是在午餐之前绝不喝烈酒 你还别说 就在我动笔写下本期文案时 出于好奇 我也试的是丘吉尔这个苏打水 配威士忌的方子 味道还真是不赖 甜丝丝的 丘吉尔一般用它搭配 全套的经典英式 炸物拼盘和当天的报纸 他通常要在床上耗费 整整三个半小时 期间他不单阅读报纸报告 还要向秘书口述规划 布置全天的工作内容 而到了午餐时 就轮到他最爱的香槟出场了 在这方面 丘吉尔很是讲究 能为他欣赏的牌子只有寥寥几个 其中包括始创于1827年 广受罗斯柴尔德家族 和北欧皇室喜爱的吉斯勒香槟 1743年创办 被用于拿破仑庆典的明月香槟 以及在19世纪 由法国一双路易斯波莫利 振兴发展的波美利香槟 但他最爱的 埃佩尔奈的保禄爵香槟 据相关学者估算 丘吉尔一生至少消费了 4万2000瓶保禄爵 以至1965年他去世时 保禄爵特意在瓶口标签上 添加了黑色边框以示纪念 并在1984年 特意推出了一款 名为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 特酿香槟 且该款香槟 后来成了保禄爵旗下 最著名的品牌 丘吉尔的习惯 是将保禄爵装在 银酒杯里戳饮 其一生的异性知己 奥黛特·波尔罗杰夫人 曾评价这样的丘吉尔 像一位真正的 爱德华时代的绅士 而每逢丘吉尔的生日 在他固定收到了 礼物里最得欢心的 除了斯拉林赠送的鱼子酱 就得说是 罗杰夫人所赠的 一箱保禄爵了 另外丘吉尔还喜欢 在午餐后 略喝些甘意白兰蒂 按照人自己的说法 这是一个安抚胃部 开始消化的信号 同时丘吉尔 还是小气睡眠的 大力倡导者 他的习惯是 在下午五点休息 在大约六点半 醒来后洗个澡 遛个停顿 然后于八点 开始他的晚宴 这也是他全天中 酒性最浓的一餐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 是在四一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珍珠港事件 仅半月后 丘吉尔为货强员 冒着被德国潜艇 袭击的风险 决一方美 并与罗斯福 在白宫会晤了两周之久 期间共进行了 十三次晚餐 而期间两人 每每都是高谈阔论 船杯颂展 直至深夜 据说白宫的工作人员 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词 叫温斯顿时间 而在连续经历 这样的酒宴之后 事凡身衰了 罗斯福 每每都要休息上 十个小时 才能从所谓的 温斯顿时间中休息过来 也正是在这里 两位政坛雄姐 建立了较为深厚的私人友谊 可能也正是 这份不错的私交 率先成了 英美两国在政治外交上 共同进退的运食基础吧 丘吉尔是在1895年 前往古巴担任的记者 大约就是在 加勒比的某片海滩之上吧 丘吉尔彻底爱上了 哈网纳雪茄 并就此和他结下了 一生的情缘 回到伦敦后 他迫不及待地 在圣詹姆斯街的 刘易斯店里 填写了一份 古巴雪茄订货单 这家店至今仍然 售卖高品质的雪茄 只不过招牌 已改为詹姆斯福克斯 但店内仍旧随处可见 各种丘吉尔的陈设百件 诉说着西年首相 和雪茄之间的那段故事 话说丘吉尔步入政坛后 更是每天要抽上 十根左右的雪茄 而在其一生之中 大约抽掉了20万只雪茄 关于丘吉尔对雪茄的依恋 还有这么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2016年 在英国设计的 新版五英镑钞票上 有一个丘吉尔 插腰而立 十分威严的形象 其最初的照片 是在1941年 由摄影师尤素夫卡什拍摄的 据说当年 他可是只有两分钟来为首相拍照 但每当卡什举起相机 却发现丘吉尔总是咽不离口 卡什在多次请求无果后 竟愤然而起 愣是直接走上前去 把雪茄从丘吉尔的嘴里拔了出来 随后立即拍下了照片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加以吸品 会发现片中的丘吉尔 看起来似乎火气很大 好像随时又把某人生吞活泼一样 还有就是 当年在英国政坛激烈的竞争中 丘吉尔经常利用雪茄 玩这么一个盘外伎俩 据说他会在雪茄中按插一枚帽针 这样不管他再怎么抽 雪茄燃尽的烟灰都不会掉落 从而最终形成一根 有着不可思议长度的烟灰柱 而每当此时 无论是台下观众还是对方政敌 都会不自觉地将精力集中到他的雪茄上 恍惚之间 就能让人染神动智心不在焉 你说这招绝不绝 另外丘吉尔和雪茄之间还有一个谜团 那就是丘吉尔一只雪茄到底抽多少 如果按照其贴身男仆诺曼麦高恩所说 丘吉尔的习惯是每次抽半只雪茄 而剩下的部分 则由仆人收集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 之后再将其处理成合适的规格 最终填装住烟斗完全利用 但如果按照丘吉尔在四三年 因肺炎住院期间 与护士间的谈话记录所载 他自己宣称 他其实不喜欢雪茄 并且一根雪茄 他从不抽超过四分之一 这样的说辞 不管你信是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丘吉尔说 我理想中的一顿晚餐 是在享用过美味的食物后 在讨论一个好流话题 可见丘吉尔其实将用餐 视为了一门时政中的艺术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 他利用很多晚宴 发挥了他的论辩才能 最终在餐桌前 完成了很多在会议桌上 无法完成的事情 但在纯粹的生活中 他也喜欢享用美食 并经常外出就餐 在这方面他花费了大量金钱 而要说他最喜欢的用餐场所 那必须是坐落于伦敦的 萨乌伊酒店不可 这种情节的归因之一 可能是由于他从小就是隔壁萨乌伊剧院的常客 总之当1889年8月6日 萨乌伊酒店开业时 24岁的丘吉尔就成了他的第一批粉丝 他甚至后来和另一位政坛名人 埃德温·史密斯 在1911年创建了一个餐饮社团 The Other Club 该组织出使成员41人 每两周在萨乌伊酒店举行一次餐会 其中的很多人 后来都成了英国各个领域的领军者 而说到具体食物 丘吉尔喜欢的传统英国菜肴 有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 以及颇为重口味的斯蒂尔顿奶酪 在各式海产中 他更喜欢贝类 特别是生蚝 当然像那时所有的贵族一样 丘吉尔也喜欢法国的种种高档美食 并且作为一个重度的汤羹爱好者 他最心仪的食物 就是各种法式清汤 尤其是法式牛肉清汤 他的秘书威廉斯夫人曾透露 由于丘吉尔经常工作日深夜 所以他喜欢的凌晨两三点时 以法式牛肉清汤为宵夜 所以厨房通常都会预先备下 以备首相随时传善 关于丘吉尔和汤 还有这么一段译文 话说有一次丘吉尔走访丹麦 弗雷德里克国王向他授勋后 还热情地把他留在皇宫小住 但到了午夜 丘吉尔想喝汤的老毛病又犯了 但人家皇宫厨房的大师傅早就下班了 结果这位丹麦国王竟然屈尊将贵 亲自为这位他做器中的政坛巨人 煮了一碗热汤 你说厉不厉害 另外还有一种稀有的罐装汤品 也曾被丘吉尔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那就是由亨氏公司出产的海龟汤 据说此款商品是由丘吉尔身边的一位副官 在皮卡迪利杂货店偶然发现 并带回了唐宁街10号 即使在当时这种东西也十分稀有 而如今更是只能在少数博物馆里 才能见到此汤的真品 最后要说的是 丘吉尔虽然称得起一位美食家 却完全普通厨艺 甚至有次他说自己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水煮蛋时 他旁边的妻子却打趣道 亲爱的 我真怕你连锅都会烧毁 本期视频将为你简述 斯拉林在饮食上的喜好 和他主政期间 苏联人民餐桌上的内容 谎本身正片开始 1878年12月18日 农奴出身的冯蟹匠别索 和他女佣出身的妻子卡卡 担下了他们的儿子 约瑟夫萨维利奥诺维奇 朱家石维利 34年后 这个蟹匠的孩子受列宁的指派 来到了圣彼得堡 创建真理报 次年他在发表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时 首次使用了斯大林作为笔名 作为二十世纪 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几个人物之一 想来这位政坛雄姐 肯定曾在自己的孔策卧别墅进餐时 做出过无数次杀伐流语的抉择 也曾和诸多政坛对手 在公仇交错间上演过 今日话题为友 明日又反隔相向的利益戏码 所以你要问在这里 什么是不曾改变的 恐怕也就只有餐桌上的 当然要归因于斯大林生长鱼丝的缘故 格鲁吉亚在地理上 处于东西欧与西亚的交汇之处 地处高小索地区的黑海沿岸 北林俄罗斯 南接土耳其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诸国 自古以来就是亚欧大陆贸易的中继站 相比于俄罗斯黑妹面包 配乔麦粥的单调豪放 格鲁吉亚饮食在食材选择与烹饪方法上 都要丰富得多 可能也正是这种成长环境上的差别 让斯大林注定无法成为列宁内亚 只一杯啤酒就能心满意足的领导者 在斯大林的餐桌上 上好了佳肴美酒 和各种干果甜品 腌制奶酪鲜美汤羹 以及各种牛羊鸡肉菜肴 那是一个也不能少 这其中第一个要说的 就得是大名鼎鼎的格鲁吉亚葡萄酒 在斯大林的认知里 最喜欢的酒可能是白兰蒂福特加 但葡萄酒却是如同母亲乳汁一般熟识的东西 格鲁吉亚是葡萄酒的数个发生地之一 据传当地人早在八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酿造葡萄美酒 知名的酒庄如齐南达利和特利亚尼等 都在欧洲乃至世界下而闻名 可能也正是在当地这种酒文化的汝染中 斯大林蒙发了对酒精的热爱 而随着列宁的离世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最终得胜的斯大林 也更加表现出了他对酒的痴迷 据说在其得掌大全之后 长至五六个小时的晚宴便司空见惯 期间往往还总要穿插一系列的服从性测试 和诸多唱歌跳舞的饮酒游戏 甚至在那些最为偏执的年月里 斯大林还将酒后的问讯当做了一种测谎的方法 也正是在这种诡异肃杀的酒桌氛围之下 贵如苏维埃下任领导人的赫鲁晓夫 都被传出过席间失禁的丑闻 而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 更是只能尿翘地将酒吐在自己的袖口里了 在饮食喜好上 斯大林对欧洲那些花里胡哨的高档餐点 可以说是全无兴趣 他一生所爱的就是故乡的格鲁吉亚美食 可以说格鲁吉亚餐馆 现在能够遍布格罗斯的大小城市 首先要感谢的 就得是斯大林当年的推波助澜 如果按照俄式上台的顺序介绍 那首先在开胃菜中 最得斯大林青睐的 是由格鲁吉亚特产的核桃制成的萨维茨核桃酱 这道菜做法多样 冲作开胃甜食只是其中一种 另外还有很多添加肉类 搭配面饼食用的版本 而在开胃菜之后 既被端上桌的 往往是另一道传统的格鲁吉亚美食 卡尔乔农汤 它是一种以牛羊肉搭配洋葱熬汤 再加入大米马铃薯炖煮增愁 并以西红柿酱调色 最终再加入包括蒜末 核桃粉辣椒香菜在内的各种香料 从而煮成了辣味炖肉汤羹 另外还要以羊肉 茄子 土豆 西红柿和大量格鲁吉亚本地香草 在桃锅中长时间炖煮而成的茶辣鸡炖菜 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说法 这是一道阳光明媚 充满活力的民族菜肴 当然举凡谈到斯大林在餐桌上的喜好 有一道菜你就必须得提 那就是类似于中东烤肉的格鲁吉亚羊肉串 此菜当年由格鲁吉亚所处的高压索 及中亚等地传入沙俄 因为在19世纪开始广泛流行 是前苏联最著名的菜肴之一 不过斯大林对他的中意 味道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类原油 则在于斯大林非常喜欢在餐桌上讨论国事 因此他很忌讳 吃饭时有无关人员在场 所以晚言上的逝者 通常只负责端来开胃甜品玄技退下 剩下的部分则一种半自助的方式 由参与人员自行解决 因此拿取方便食和分摊的大如串的 在这样的场合 自然就很得人青睐了 而统筹宴会制作 以及负责斯大林日常膳食的厨师大董管 说来也是一位格鲁吉亚人 他叫亚历山大 埃哥诺塔什维利 是斯大林的同乡 哥们原本只是一个马戏团的摔跤手 半路出家 成为一家餐厅的老板 但后来因为苏联经济改革而失去了生意 斯大林念及故旧 虽将身边厨师 这个极其需要信任的职位交给了他 他也从一个厨子 一路做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安全负责人 而在他以中将的身份去世后 斯大林的厨师都有谁 就很难说清了 但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我可以肯定 那就是如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爷爷 曾先后为列宁和斯大林都掌握造的 斯匹里顿 伊万诺维奇普京 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 苏联也从农业集体化 所造成的崩溃中慢慢复原过来 斯大林主导的政府 在此期间 终于开始将国家的更多精力和资源 转移到了生产消费 和满足国民生产需求上 但随着数千万的农村劳力流入城市 为他们提供食物 成了苏联政府兼具的责任 斯大林将这项任务 交给了中国人民的一位老熟人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 这位苏联政坛的长青树 在30年代的职位之一 就是苏联食品工业部委员 他坚信苏联的腾飞 必然需要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 于是在斯大林的批准下 他花了足足两多月的时间游离美国 参观了解了芝加哥屠宰场 梅西百货和美国的皮油厂 果汁厂 甚至棒球厂在内的众多餐饮文化体系 甚至还和福特汽车的总裁 亨利福特在底特律会晤了一次 此行过后 他将皮利昂生产罐头 冰淇淋的技术和设备带回了苏联 并在随后发起编写了一本 足以改变苏联人饮食模式的书籍 那就是著名的《美味与健康之书》 此书在1939年首次出版 之后定期更新再版 累计销量超过800万册 书中的内容 除了营养观念餐桌摆设戴克礼仪之外 更包含大量适合苏维埃国情的高效食谱 比如脱胎于美版博拉尼亚香肠的 一生香肠 相比美国人的版本 苏联人做的脂肪含量也低得多 因此他在色泽上呈现粉红 还有美国人在早餐时常吃的蓬化玉米片 米高羊也对其大加赞赏 因为他不需烹饪却营养丰富 并且米高羊还喜欢上了美国人爱喝的橙汁 但由于俄罗斯缺乏新鲜的橙子 所以他最终决定开发番茄汁用以代替 另外汉堡这种方便的快餐 也是米高羊特别想引入苏联的一种食物 他甚至在归国时 就购买了22台美国汉堡制作机 但后来二战的到来 打破了他的设想 不过这后来反而成就了另一款 苏联公共饮食里的明星 那就是去掉了小圆面包的 土圆形小肉饼 而除了这些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食物 苏联的商店在30年代后期 也开始出现猪猪白兰蒂 巧克力香水等奢侈品 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 且不断为政府用于宣传美好生活的典型 有两个 那就是鱼子酱和香槟 首先在沙皇的时代 鱼子酱曾是皇室与贵族的象征 故此让平民百姓吃上鱼子酱 对于打破人民心中的阶级观念 和宣传苏联制度的优越性上 都大有比异 因此即使当年苏联鱼子酱的出口价格再好 斯大林然决定将其中的大部分 留作国内消费 根据相关记录 单是在1935年 就有超过100吨鱼子酱 被送进了国营商店的橱窗 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会集大众 还倡导商店尽量将鱼子酱 分成100或250克的小罐售卖 而当时1000克鱼子酱的总价格 也不过约等于一个工人月薪的三分之一而已 可以说彼时的鱼子酱 在苏联是真正人人有份 人人欢心的廉价好物 再说香槟 这东西在很长时间里 都被苏联视为资产阶级腐化生活的污泥浊水 但到了1936年后 突然又成了美好生活的象征 很多香槟葡萄种植园都再度恢复种植 而产量也逐年成几何技术增长 从36年的30万瓶 到39年的400万瓶 到了二战前 更是直接干到了1200万瓶的产量 另外要说的是 鱼子酱和香槟 不仅是苏联宣传美好生活的突出代表 更是斯大林在外交上麻痹对手的盘外招数 话说在二战末期 苏联作为东道主于克里米亚半岛 召开了重新定规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会议 此地从沙皇时代开始 就一直是顶级的海滨度假圣地 英美代表团下榻期间 斯大林更是在接待方面尽心接力 呵护备制 至于食物更是极尽所能吹尽转语 必得让远来了客人实质大动 无法抗拒才好 而其中目的 当然是为了麻痹对手卸下心房 好让他们别在谈判桌上太过难缠 据丘吉尔的私人秘书 约翰·马丁在回忆录中描述 在抵达首日的接风宴上 苏联为他们准备的就是一顿包含鱼子酱 熏鲑鱼 香槟福特家的豪华大餐 特别是鱼子酱和香槟 简直就像机枪开火一样 尽量与世国决断绝消息 据说当时丘吉尔就曾强烈抱怨 说自己怎么总也受不到 唐明杰传来的讯息 但无论英国首相再怎么接二连三的催促 等来的却只有侍者放上了一罐又一罐 犹如海中黑钻一般的俄罗斯野生鱼子酱 而从雅尔塔会议的最终结果来看 苏联也算得上是最大的赢家吧 你说这里边又有多少功劳 该分给麻痹了对手的鱼子酱呢